今天才知道原来裤子上的两根绳子是这样子系的 真的是太神奇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树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截裤腰带时不小心大上了死结了吗 尤其是在着急上射射时 裤腰带打了死结之后解不开 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您知道裤子上的两根绳子该如何来积吗 伤着死时会更加的方便 据说呢 以后您要是有遇到这种裤腰绳的计划的时候呢 别再只是用来打死结或者蝴蝶结了 下面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几道 继裤腰带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立马呢 就能解决掉很多男女朋友困扰的大烦恼 再也不用担心 解裤腰带时不小心打上死结或者上射所时 裤腰带打了死结之后解不开整整一系列的大麻烦啦 而且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那么下面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两根绳子的正线计划吧 视频都看到这里啦 每一个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接待小手梁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呢 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上一颗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现如今呢有很多朋友呢 都特别喜欢穿这种松紧腰的运动裤 而这些运动裤上面呢都会伴随着两根绳子 用来收紧苦腰 平时整本在系绳子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麻烦的 其实呢是因为您没有用对方法 一旦您找对的方法 如何来系都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种小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把绳子的两端分别给它打上一个小绝 整本在打结之后呢 不要着急去给它拉近 接着我们再把左边的线头栓过右边的绳结 然后缓过来再把右边的绳头呢 栓过左边的绳结 就这样子给它复换位置 栓过去之后 下面呢我们再将两边的绳结给它收紧起来 这样子呢一个漂亮的绳结就打好了 下面呢整本在系绳子的时候呢 只要轻轻一拉两头的这个线头 就可以把绳子给它拉近了 然后我们在上厕所或者要解开绳子的时候 只需要捏住两个绳结往外轻轻一拉 这样绳子自然就变松了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活扣 使用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 尤其呢是一些小孩子 因为呢他不会系这个绳子呢 所以人们大人只需要给他系上这样一个绳结之后 小孩子使用起来也是十分的方便 还有这种运动员呢 他如果在绑着蝴蝶结的情况下呢 在打蓝鞋或者运动的过程中很容易脱落 但是如果您用这个方法给他系绑起来之后呢 不管我们如何来跳动运动或者踢打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绳子松开或者脱落的情况 导致裤子往下掉的一个尴尬情况 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您不会系这个绳子的时候呢 您可以试着这个方法 真的是既简单又方便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种打结方法 也是特别的简单 不过这种方法呢会显得更加的美观 首先我们需要伸出您漂亮的左手 简单两根手指 后呢我们再把这裤腰绳呢 往这手指上面给它绕个两三圈 花荔转身之后呢 我们再横着绳手指中间呢 给它穿过去 老眼的绳外婆家给它绕了一线之后呢 我们再绳这边给它穿出来 拉出来轻轻的给它拉紧一下 接着我们再把这绳子呢 从手指头里面给它拉出来之后 下面呢我们只需要简单给它收紧 简单调和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美观又诱人的蝴蝶结就绑好了 怎么样没想到这样的裤绳呢 也能够简单给它扳成这么美观的蝴蝶结吧 所以呢咱们另外一边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简单把这绳子呢 往手指上给它绕两圈 然后摔从中间给它伸过去 绕了一圈之后再次给它拴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只需要简单再次给它调节 还有这收拢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给它绑好之后呢 再也不用担心裤子上的绳子呢 会出现脱落或者太伤的情况下 绑起来呢给它固定好 咱们在上厕所或者运动的时候呢 也是十分的方便 而且看起来也是比较卖观的 这样子给它绑好之后呢 如何来甩如何来跳动 也不用担心会出现脱落的情况 使用起来呢也是十分的方便 以后如果您要是遇到过这裤子上的裤腰绳 然后不小心给它搭上时节 或者不知道如何正细来记的话呢 您可以试试以上这两种方法 每一种呢都是十分的管用 十分的使用 这些做法呢也是十分的简单 我们只是要看了一下 立马就能够写回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正细记绳子的方法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都写回记住了吗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你的发塞的销售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方的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当然如果您还有更好的正细计划呢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以及分享哦 让共多的朋友呢收益共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 整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